日本的疫情尚未平息 有越来越多的Omicron患者 胃后一阵所苦 上门求诊的病患翻倍 那么很多人呢 有一些怎么样的状况呢 最常见的就是感到 非常的容易累 很疲倦 还有像是耳鸣 掉头发 胸痛 严重地影响到了 他们的工作跟生活 甚至被迫停职 或者是离开职场 而且当中有不少人都是 年轻世代 甚至是轻壮年世代 因此医生就提醒了 绝对不能够把新冠病毒呢 视作像流感病毒一样 所以现在只能够 落实基本防疫功 赶快打疫苗 才能够彻底的防堵病毒 找上门 日本疫情持续肆虐 现在当地还有越来越多 欧盟恐患者为后遗症所苦 瑟谷这家诊所从1月下旬起 相关病患激增1.5倍 还曾在短短一周内 有多达350名患者上门求助 这名40多岁女性日前感染 Omicron 居家疗养时只出现感冒症状 不料10天后又出现胸痛等症状 之后虽然复原重返工作岗位 但噩梦才要开始 倦怠感严重影响工作 这名女性只好停职 医师表示许多人感染 Omicron康复后 人会出现耳鸣掉发 身体疼痛等症状 还有的会感到全身倦怠 当中不乏轻壮世代 人们调查显示 新冠无症状患者中 又有三成复原后 人会感到倦怠 于是提醒就不能把新冠当作流感 虽然轻症无症状 但衍生的后遇症 足以改变人的一生 况且后遇症会持续多久 没个准 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 因此落实防疫基本功 施打疫苗 避免染疫 才能杜绝后遇症 找上门 文斯宏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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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